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朋友出国的意愿也大大的下降了 当然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 有许多的面向需要来讨论 当然在边境的管制的部分 台湾做得很棒 在这个部分 那当然在3月1号之后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调整 是不是简介这边跟大家做一下说明呢 我想在我们延续从去年过年期间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 那整个国际的疫情 当然如果我们预期 大概一发不可收拾 那如烟火燎原一样 整个的疫情高峰落在去年的大概12月底那时候 那我想这个部分跟疫苗的开发有相对的关系 那从疫苗美国那边 目前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 那开始普遍接种疫苗之后 其实包含在欧美陆续的有紧急授权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市面上 目前讨论热度最高的 大概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 应该接种了一个 那这个零零种种显示 事实上就疫苗开发成果成功以来 那这个部分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疫情时代 那台湾在从去年延续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边境检疫防疫 或者是在整个入境之后的这些 居家检疫居家隔离 自主管理这些防疫众生的这样的落实 以及全民的共识 应该落实防疫新生活 全面的戴口罩勤洗手 那这个部分呢 台湾到目前为止 大概特别是高雄市 我们所知道的 目前还是维持零本土个案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在境外移入的部分 那陆陆续续都会有 那在相关的配套跟 我们市民朋友以及 在全民的公司之下 这些状况一一的有所解除 包含在年初的这个葡萄专案 哦是是是是 那到3月1日 那这样开放的措施呢 就不同于年初那时候比较紧张的情形 那因为大概在 葡萄专案解除之后 那入境 因为春节廉价 这入境的人数也 慢慢的在减少 以目前来讲 整个的 像过去管制高铁台铁上面的餐饮 这个部分 现在已经全面解除了 是是是 从3月2日开始是解除 那再来就是 以前 在之前就是限制非本国籍的民众是不能入境 那有入境的需要的时候 必须要专案申请 没错 那这个部分呢 从3月1日开始呢 持有效居留证的非本籍人士也可以入境 那这个部分就包含 有效居留证就包含 比如说 这个已经在台湾入学的外籍学生 那这个就可以持居留证许可入境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国际医疗的需求 国际的需求 因为台湾基本上有很多的医疗的水准 其实是全世界认同的 对 非常优秀的 那这个部分有一些国际医疗的需求 也可以专案的申请入境 对 那如果没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呢 那这个部分要还是一样维持 这个要向这个外交部申请入境许可 那当然观光或一般社会访问这个部分呢 那也是可以在驻外使馆这边申请签证 然后入境 对 那港澳人士的部分呢 这个人道考量或者是紧急措施 比如像说是奔上 或者是探视重病家属这个部分 那是可以入境的 是 还有港澳的一些港澳籍的配偶 以及未成年的这些子女 那有关于商务履约或者是企业的一些 内部的调动 对 那还有教育部许可的这些学生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入境 是 那中国大陆人士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在人道考量跟紧急的协助之下呢 好像奔商啦 刚刚讲到的重病亲属 还有入籍配偶 以及子女 以及这个相关教育部认可的许可的这些学生 也是可以入境 对 那停留8小时转机这个部分呢 是因为台湾也是重要的一个国际运输的枢纽 没错 那在国际航班的转运上面呢 会有一些衔接上面的需求 是 那可能会有过境的这个问题 对 那在之前 这过境的 停留 那大概从三月要起 边境管制这一边 会有这样的调整 那在社区防疫的部分 当然 在昨天 记者会上面 我们的指挥官陈时中部长这里 也特别的声明 因为 考量这个 国内在这次境外移入的 病毒株里面 也发现了 有一些 有一些变异的 变异的病毒株 因此为慎重起见 在大型活动的这些管制上面呢 还是希望能够比照 之前 在 11月 去年11月底 那时候办定的 所谓大型集会活动的这些指引 要进行办理 那高市政府这边 一样是延续 之前市长 在应变指挥中心这边的一个指示 不管是大型的灯会 或者是例行的 像高雄马拉松等等 这些大型赛事 市府这边率先就停办 那其他的有需要要办理的这些活动呢 一样是要有目的主管机关 或者是这个主管机关这边审核之后 经过这个我们的应变工作小组这边 讨论之后再进行处理 那有关于防疫的细节 在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在后疫情时代 目前是最后一滴路 那如何在疫苗能够达到 全民普遍的这个 群体免疫的效果之前 守住目前的防疫成果 在这个阶段很重要 那当然最基本的 民众来讲 还是需要戴口罩 是 防疫新生活 大家 我觉得已经变成日常的习惯了 就像搭大众运输工具 一定会戴口罩 那包含的是 勤洗手 还有呢 酒精消毒 或者是说其他的消毒 我们都还是施洗手 我们常常其实都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 算是非常的落实 那当然在 我们的高铁的部分 3月1号过后 就是如果说 你有带东西 你就是下车之后再吃 车上是不能饮食的 那3月1号过后是可以 可是台铁的部分 好像还需要等待确认 台铁还没有 那 当然在 这一周还会遇到228年假 所以也算是许多朋友会出有的时间 也请大家要落实防疫新生活等等 那刚刚其实简介你有谈到在布陶的这个专案的部分 当时布陶的这个事件爆发开来之后 哇 应该算是一句话叫人心惶惶 而且当时 因为杨姐我有亲戚住桃园 大家看到听到桃园人都觉得说是不是你有带病毒 就是变成说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歧视 还有疑虑 那其实桃园人 更不用说我的亲戚说我自己都快怕得要死了 那你不用觉得说我会带病毒 我自己也很担心我自己 所以我都把自己顾得很好 那OK 可是我觉得在那阵子就是有点人心惶惶 包含的就是在布陶里面上班的医护人员 哇 就行扣就行扣 所以当时台湾很多的暖心的举动 就被报道出来 给这些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暖心 那经过这一期的这个布陶专案 是不是剪辑也跟大家聊聊 布陶的专案给我们的省思 是 所以我想 我们回归到整个疫情的基本面 那在去年的同期 同样的状况在高雄也有类似的案件发生 那是所谓的金巴黎的五分之间 那我还记得 那也是在过年期间 那在那个期间就一个确诊的台商 那因为回国症状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在发病的初期 他还是有他在社区活动的这些 足迹 包含舞厅 包含一些可能吃的地点 小吃啦 或者是停留的地点 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发生在今年 状况相对严重 因为这是一起院内感染事件 那院内感染事件 当然在中央六性疫情指挥中心的积极处理之下 也很清楚它的整个事件它的脉络 大概整起事件除了指标个案有被发现确定之外 整个的整起的群聚人数是到达21人 那这21人里面 事实上大概有10个人 是因为院内感染的确诊个案的接触者 也就是说他们的红柱家人 或者是密切接触者 而扩散开来的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一开始我们接获讯息之后 我们的应变指挥中心这边 就因应这样的状况 要求全面提升高雄市医疗院所 这边的一个防疫准备 那防疫准备状况 其实在过去一年里面 大概也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经验 那就包含像在进入医疗院所的时候 必须要实力明治 然后刷健保卡 刷健保卡的目的主要是看健保卡的注记 那注记的部分主要有两个点 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国外的旅游注记 入境注记 再来就是有没有布立桃园医院的就医 就医记录 因为在过卡的注记 也有一些群聚的状况发生 布桃的部分也有一些群聚的状况发生 因此过卡主要是看这两年 OK 那再来就是在当然量体温或者是干洗手 这个部分是一定本来就这样子要要求 那主要在探病跟培病的部分 因为讲年节期间将至 很多国外进来的或者是在南来北往的这些亲属探访上面 如果有亲人住院 大概以台湾的习俗 免不了要去探视 但是呢 关心一下 因为南来北往 因为不晓得说它的接触风险如何 这样子的探视反而会造成这个医院这一部分的限制探病 就探病的部分呢 大概就一律管制 因为探病大概就是属于比较短时间的一个会晤 那也不是必要性的 那陪病的部分呢 当然还是维持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限缩到一个人 依然陪病 那当然有很多状况是 因为可能像病人要转家屋病房 或者是有一些临床需要进一步跟家属说明 甚至于签署同意书的部分 那这些东西就是有医院这边自己去判断 那看什么时候要找家属进来 那跟医师这边对话 那顺便看一下病人 这个是在这个规定之外的这些状况 那总而言之 那包含在年节期间 因为当时的情势相当紧张 没错啊 那因为不讨的一个状况 也让我们重新再调整 所谓的12家指定隔离医院的 这些照顾的团队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用专任的方式 什么叫专任的方式 就是可能一位医师 他可能要顾住院病人 可能也要看门诊 可能也要做一些检查 OK就很多种的工作 那甚至于医学中心 可能还要有一些教学的任务 那我们就是让这个照顾 隔离病房的这个医师团队 医师还有相关的团队能够专任 专任的意思就是在这段期间 只要你轮到这个照顾这样的一个患者 那不管是一个礼拜 或者是一个月的期间 你就很单纯的就只有这个任务 就不要跑来跑去了 对 那避免病房或者是不特定的门诊的接触处 那这个风险有可能在不经意之间 会扩散开来 对对对 那种种的这些措施 但是事实上在短时间的调整相当的 应该说相当繁复啦 那当然又涉及到很多很大的医院 本身的内部的规定 那也很感谢高雄市的医界 那包含我们的医学中心 还有我们的指定隔离医院 这12家医院这部分的权力支持 那很快的时间之内 当我们商讨决定这个方向的时候 在半天之内就立刻调整就绪 半天就调整好了 半天之内就立刻调整就绪 那这样的就绪呢 基本上也让我们整个的防疫的秩序 能够大幅的改善 没错没错 那当然出席的时候 有造成民众的一些不便 比如说因为过卡需要排队 比如说探病防病这个部分 比较不方便 那林林总统的这一些 那当然我们还强调 防疫的强度 必须随着疫情的状况有所 我们的共同体调的一个行为 对对对 也让我们感动 大概都能够遵守这样的规定 对啦 因为在医师 护理人员 护理师等等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他们的工作来说 尤其他肩负重任 那在照顾COVID-19的患者 说实在当时的一个新闻的状况就是说 当然有人就是发出所谓的那个SOP没做好啊 当然这些社会上面舆论的压力 可是大家就想想不对啊 其实医生是很辛苦的啊 对不对 没有人愿意自己染病嘛 所以医师跟我们的护理师 在我们讲的他很坚守岗位之下 我们应该给予相对的祝福支持 跟加油 那当然在高雄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要做好 在地方上面的各级医院等等的一个安排 所以我们高雄市的一些妥善的安排等等的 也都很重要 那当然国际疫情 像杨姐看到昨天 南韩又四百多例 我觉得说其实 在台湾真的好多 我觉得台湾真的相对性是非常的安全 也很幸福 在国际之间 又是蛮紧张的 像邻近的南韩 昨天也回升到四百多例 那当然我们也蛮担心说 在整个 如果说在边境管制的部分 就像刚刚我们剪辑有说到 边境在三月一号之后 有一些不同的一个 这部分一样是 一样是照过去的一个规定 要提供入境的时候要提供 入境前三天以内的这个 核酸检验报告 对对对 确认阴性之后才放行入关 那入关的同时也必须要确认 他的健康是无余的 对 要填去健康生命书 那比如像因为新冠肺炎的症状有蛮多样的 那包含伤膝道 包含腹瀉 甚至于喉咙痒 对 这很简单的这样子的 轻微的这些不一样 不至于到发烧的情形就有可能是感染者 所以这个部分一样是照过去的一个规范在此 对那像目前的居家检疫的这个规定 有没有一些改变 还是跟以前是是一样的呢 居家检疫的部分 那当然随着这个变异病毒株的出现 对 大概整个传染力跟致命力有略为上升的情形之下 那在居家检疫这里我们格外的慎重 对啊 那格外的慎重最主要改变的部分在我们 国外入境者的居家检疫 当然防疫旅馆的部分还是一样 因为它是属于一人一市 而且长期以来 大概一年多以来 整个防疫旅馆的运作跟调整 大致上是已经就绪的情形 那这个部分就继续维持 但是在居家 也就是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限制 不是可能 就是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主张之下呢 也颁定了全面要一人一户 一人一户 就是你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家里面活动 对对对对 因为大概我想一般的住家比较少有套房式的 或者是有家人共同住的情形之下 难免会有一些接触的风险 是啊 那由这次不少时间看起来 其实要是万一有人被感染的状况之下 其实很容易透过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互动 而造成群聚传播的风险 对对 那这个部分呢 我想 接下来在边境馆 好让电台先休息一下 好灯会在广告过后再继续请教我们高雄市政府卫生局 攀帐引盘剪记 灯会马上回来 谢谢 这些事都没有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 心悔 在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花香文 我们如果要睡前念花香文 花香让我们自己的完成卖主 做生 我们的心来会比较平静 这可以给你免费来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家族旅游 员工旅游 公司工厂交通车 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 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你的问题 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 观光旅游 工厂交通接驳 各式活动用车 只要你想得到的在客服务 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从八人坐小巴 到四十三人坐游览车 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 评价优惠 全球巴士部专线07-831-9037 831-9037 礼办公室报告 109年 您家中如果有住在立案机构 接受长期照顾的家人 政府有补助 可减轻您的负担哦 提醒您 只要符合资格 就可以向109年 最近一次入住机构 所在地的县市政府 申请补助咯 有任何疑问 请打1966服务专线 以上广告 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最快自由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谁有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谁有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今天我们的时间 十二点四十三分 你收听的是快乐联播 新闻算上 我们的这部 我是你的和平友杨洁 今天很重要 邀请的是我们 各用企健库 为先叫 我们的潘兆颖潘检机 在现场跟大家聊聊 检机好 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 在这一波的防疫的部分 真的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 我们的医师 护理师等等 其实在医院里面 还有许许多多认真工作 在为了我们的疫情的防堵的部分 还有呢 我们的病患的治疗的部分 大家都很辛苦 当然在防疫的部分 刚刚我们聊到一点防疫旅馆 那刚刚还在跟检机说 我有朋友 她的妹妹 我有认识一个大姐 她妹妹住阿根廷 在年前 回来到台湾 当时台湾的防疫旅馆 几乎都很满哦 几乎很满哦 好险 他们刚好有一户 一人一户 就是那一户没人住 他就去那边做 居家做检疫 刚好也都很OK 就成功的就恢复了 就是说没事情 那当然在目前防疫旅馆的状况 跟大家聊一下好吗 是 我想在这边 我必须先在整个医院 这一部分的专任团队 要再聪明一下 当然我们想照顾一个病人 恢复这个需要团队的努力 当然除了医师之外 护理人员是直接面对面的照顾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除此之外 当然必须要有人照X光 对 必须要有人在裁检检验 检验师 对那甚至于最简单的 像病房的一些清洁 非器物等等 那当然这些都统成我们的团队 是 就是专任医疗团队 对 那这个部分呢 也很感谢就市府这一边 在市长的细心照顾之下 在过年期间只要出勤 另外有直接照顾这些确诊个案 或疑似个案的这些患者 对 那市长都有着语 发给所谓的防疫维稳金 对那这个部分 当然在当下 应该说在过年期间 就陆续发放到个人手上 那当然提到防疫旅馆的部分 一样的道理 其实在过年之前 我们就预测了 可能当时全球疫情 蔓延的状况之下 对 台湾相对岁月静好 是 那也是很多 侨胞长期旅居 国外的 这些我们的国民 希望回来的地方 没错 因为基本上过年过节 就被失勤 对 回家团圆 在那个阶段事实上 过年前大概半个月 这个旅馆 国内的旅馆 一般旅馆 一般旅馆 一般防疫旅馆 的确是一防难求 对 那这个现象呢 基本上也一直 到整个 应该是在除夕之后 陆续的缓解 是 那这个状况 高雄市在当下 也有做一些 入住顺位的调整 那当然前提就是我们 一直强调的在地优先 是 包含高雄市民 或者是说本身 他户籍不在高雄市 但是他是住在高雄市 在高雄市工作 或者是他的 这个求学的地点 在高雄 或者是他有直系亲属在高雄 是 那这部分呢 都是我们优先收住的对象 OK 那当然 在整个离岛的部分 因为可能入境之后 你也不可能 立刻就让他搭飞机 到澎湖 或者到金门 到马祖 直接回家 那需要经过14天的 居家检疫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一并的考量在内 OK 那在临近县市的部分 当下 在新有预业的情形之下 我们尽量协助协调 是 那所以 到目前为止 在当下我们防疫旅馆 最多的量能 到达4800多间 4800多间 那到 从除夕之后 就陆续下降 是 那到现在为止 整个防疫旅馆的 入住的水位 是大概1300件 OK 1300件 也就是说 尚有一些余域 可以去 去做调整 对对 那这个部分 大概也显现出 基本上 大概 民众的一个行为 移动的人口的行为 是 移动行为 大概已经到一个段落 没错 那接下来可能 要面对的就是 陆陆续续 去边境配合中央流星音质 的水位中心开放之后 对 的一些需求 没错 对那可能 开学是一个关卡 嗯哼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 包含 好像去年这个时候的 去年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 沿洋渔船 大概又要进来了 是是是 对那这个时候 可能有一些 嗯哼 不管是船 渔工 渔工 或者是 从境外进来的 这些补充的 这些渔工等等 对 这些都是我们 接下来面临的 可能会在入境 这一部分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防疫旅馆的需求 是 一样是存在 OK 简介我有一个问题 请教 关于这个防疫旅馆 那 刚好杨姐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住在美国 那他的状况是说 他在美国 去年怀孕 生baby了 那 包含 姨妈妈 姨妈妈 哥 还搭飞机 去帮他坐月子 那他即将 要回到台湾 可能是 到下个月 或下下个月的事情 那 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不是单一个人 回到台湾 他是 一个家庭 回到台湾 如果是以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他们该如何 来住 防疫旅馆 因为还是 还有baby的状况 你女儿子都是要吃冷吧 那怎么办呢 其实在 居家检疫的规范里面 特别有顾虑到 有类似这样的需求 是 那当然 当然以 小孩来讲的话 有照顾的需求 老年人也有照顾的需求 没错啊 老人家 所以基本上 只要是 同样一个入境地点 在 在国外是 暴露在同一种 感染风险之下 是 那 因为有照顾的需求 所以会特别允许在 入境的时候 是采取 共同居家检疫的状况 就是说 可能在实际照顾的对象 跟被照顾的对象 是可以容许同一间的 OK 是 就是比如说一间房屋 就是他们住在一起 是的 就是可以住在一起 是的 好 这个 真的是比较贴心 那当然 这个部分 还是要 真的有很多民众 有类似的需求 那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 228的连续假期 那 228的连假有三天 那剪辑这边 是不是跟大家 有一些呼吁 跟大家聊一下 我想 台湾目前来讲 可能 在国民的努力之下 是 我们维系了 一年多以来 相当 相当杰出的 这个防疫的成效 是 那这样的成效 事实上是建构在 全民的认知 没错 以及例行各种的防疫措施 主要配合的 包含个人的防疫措施 还有 我们政府公告的一些 一连串的 例行禁止的 这些部分 包含 可能戴口罩 那 适当的场合 如果没有戴上口罩的话 比如说大众运输系统 比如说室内的密闭空间 是 那这个部分呢 就有可能会被 举发 被拆除 对 那等等的这些行为 其实 目的 无非就是保障 在这样的疫情 风险之下的 每一个国人 都能够平安健康 是 那当然 在廉价的期间 最常看到的 以及民众最想望的 可能就是出外旅游 出游 出外旅游 大概也没有什么 一些大的 大的问题啦 比如像我们在 以最近来讲的话 春节期间 其实也是旅游潮爆发的时候 对啊 夜市人也蛮多的 那人来人往的状况之下 那可能 在防疫新生活的规范里 拜托民众一定要牢记 尽量保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那如果我们没办法保持的话 戴口罩 所以等下人 一定要记得 全程戴上口罩 对 那全程戴上口罩 基本上会有几个状况 会让你不得不拿下口罩 第一个就是 饮食的时候 对啊 吃东西啊 喝饮料啊 所以在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 要拜托民众 可能要特别留意 全程戴口罩 包含禁止饮食 哦 不要吃东西 不要吃东西 不要边走边吃 对对对 因为在铺路 你不晓得隔壁的 或者是距离你两个人 三个人 对啊 两公尺三公尺之外 打个喷嚏还是什么的 所以 全程戴口罩 尽量避免饮食 那甚至于 有一些像 路边的摊鸡场 市场 有一些开放性 陈列的食物 可能因为 这个 没有再经过处理 可以拿来 马上吃的 这个即时食品 这个部分 尽量要保持 这个不要去接触的 这样的态度 对 那当然 可能在 酒汉耳热之际啦 朋友聚餐的时候 然后会有 比较忘情的一个情形 会比较近距离接触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强调 就是餐桌上面 大概也 以一人一份的 这样的一个餐食 作为聚餐的 可能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对 一人一份 对 不要 尽量避免 就是合菜的方式 对对对 那如果万一要合菜的话 大概也有一些 这个餐桌礼仪 需要去 需要去遵守 对对对 那我们常常跟 在 跟同事讲 大概我们 这一两年 也没有所谓的 忘年会 也没有所谓的春酒 是 那可能 接下来 我们必须要 适应的就是 防疫新生活之下 在行为 在防疫目的之 前提之下的 一些行为的改变 是 那这些行为的改变 无非就是希望 建构一个 大家更平安 更健康的生活 也要拜托 民众 这边能够 在从事任何活动之前 都能够去 设想到 是不是会过度拥挤 那 应该全程都 戴着口罩 戴上口罩 那最好就是 全 手边也背一瓶 小瓶的这个 干洗手 就是酒精的 随时消毒 对 酒精这个部分 在没有办法 当然你试洗手最好 但是并不是那么 方便的情形之下 干洗手 也是可以 有适当的一个 保护作用 对 我看到说 在228年假 有一些旅游景点 都有做一个 调降 就是说 你能不能买太多 包含像 玉山国家公园 雪霸国家公园 等等 有一些国家公园 都有做一些 集会活动的限制人数 所以请大家 如果你228年假 也想要出游一下 最好还是要事先 先做一点功课 不要说 你驾 发现说 不能进去 就非常的扫兴 OK 那当然呢 在 这波疫情当中 有一个工程 就是 防疫工程 就是1922 1922这个专线 我们民众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打呢 那这个专线的作用是什么 是不是 简介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我想在 中央的部分 有一个防疫专线1922 对 当然在地方上面 因为 很多的事物上 很多的 实际的事物的处理 是在地方政府 是 所以我们这边也有一个 所谓的疫情的 专线 这个协调应变中心 叫做 723-025-0 这个专线 对 那基本上 这专线的设置就是 要服务 不管是在民众 可能有 感染的疑虑 是 或者是 今天咳了两身 也许 因为 想起来说 可能哪一天 有到医院去 然后当时 可能某个人 也在我旁边 咳嗽 没有戴口罩 有些疑虑的状况之下 可以进行来询问 是 那这样的询问 其实 在这段期间 对于市民朋友 对于民众的一个安定 非常重要 是 因为防疫规范 其实多如牛毛 包含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 自主经济管理的状态之下 甚至于 亲人可能有一些 就医的需求 是 症状的发生 到底什么样 才能是最适当的一个处置 对 那我们723-025-0的部分 都能够适当的去衔接 可以为您解答 必要的一些服务 OK 那包含防疫计程车 是 包含可能阴证就医 或者是非阴证就医 等等 是 那我想 在这段期间 防疫的 防疫的各项的工作 都是透过 我们这样子的 是 不管是1922或723-050 这边 去逐一的达成 贴心民众的需求 对啊 贴心服务 也为大家做解答 当你有任何不懂的时候 对防疫有任何不懂的时候 请大家都能够来提问 当然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健康 大家注意防疫新生活相关的规定 今天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卫生局 潘兆颖潘简基 谢谢简基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